其他客機載有116人權定由西非告基納法索首都非廣瀨爾及爾 但起飛後50分鐘失去聯絡,只在雷達上消傷 機上有一半乘客是法國人 告基納法索官分明就說 卡里政府已經同意他們跨越國界進行搜查工作 抵達現場的搜救人員說並沒有發現侵犯者 政改三人組下午在政府總部會見由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李華民 中原地產創辦人施錄清等15人組成的香港政改民意關注組 李華民會前表示,根據來應政務司長林鄭月娥邀請會議 預料會談及公主組早前進行民調的結果 和已經展開的第二次民調的進度 強調今日只是已關注組的新等會面 相信不會談及各地方案 全體關落香港城系中華近30人 下午在北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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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